這個盤勢這半年來沒變過嘛 就是綠營穩定嘛 綠營穩定嘛 那白跟藍敲敲板嘛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以現在為什麼柯文哲他一直放 這些所謂的內餐內餐 因為在敲敲板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藍營的選民越覺得 柯文哲這個不行了 氣保效應在選前30天發酵的時候 對於柯文哲來說是很重的傷害 大家知道如果到時候開票出來啊 當選的人他的票數的三分之一以下的人 是領不到競選補助款的 所以如果假設賴清德 他是這個30% 那10%以下的人是拿不到競選補助款的 那對於柯文哲來講 金在20%以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的生命線 柯文哲的生命線是20% 所以說柯文哲一定要守住他20%的生命線 他不能放任梅利島電子報 一直在讓藍營選民說柯文哲沒希望的 所以他要有各種的這些白銀的內參民調 柯文哲能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他過去所標榜的 科學理性物實 結果現在每天都在批評民調這個科學 他每天怎麼罵 這兩天柯文哲面對媒體的時候講 當李尤博耶 一個總統候選人變李尤博 一個解釋民調的李尤博 他在講什麼 他講說 坊間的民調啊 只要加入手機式化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結果完全不一樣 然後內部的家裡放給大家說 我的內參民調啊 其實我們現在做二望一 我跟大家報告 民眾黨 依照歷史紀錄啊 他所說的內參民調沒有一次準過 那請教阿苗 因為最近民調真的是蠻多的喔 那大家說要看一個趨勢嘛 那當然呢 這個藍白大家說 我們都是第二名 欸 那第二名只有一個啊 是不是吹哨壯膽用的民調呢 好 現在呢 這個有紫祥教授就說了 柯文哲又來了 他說民眾黨不要再玩內參民調轉外賣的遊戲 為什麼呢 因為黃珊珊之前也說啊 那時候台北市場選戰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出示民調也是他第三 他說民調都不可信 他說自己的民調不是第一就第二 結果出來他就是第三 黃珊珊就真的是第三名 所以到底誰的民調可信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每一島電子報的這個 今天公布的86波的民調喔 賴清德呢37.8% 那侯友宜呢是32.6% 呃 柯文哲是17.38% 那當然呢 柯文哲回到了15%以上 但另外一個觀察重點是 賴清德之前前幾次都是4成以上 那這次稍微掉下來到37.8% 你怎麼樣解讀呢 呃 這個台灣喔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股市這個話題嘛 因為台灣台股超過恒生指數 那麼我覺得現在民調走向已經走到大了都好像股市好吃 在看這三隻的趨勢嘛 那其實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賴清德這一隻他長期以來就是區間震盪嘛 就是一直在這個30到40之間喔 這樣上下來會有震盪喔 那值得大家來觀察的是說 藍色的這一隻喔 跟這個淺藍的這一隻喔 好像侯友宜他一開始雖然是落後 但現在慢慢的是穩步向上 那另外這個民眾黨這一隻喔 區間震盪是區間往下 這有死亡交叉喔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很簡單這個磐式這半年來沒變過嘛 就是綠營穩定嘛 綠營穩定嘛 那白跟藍敲敲板嘛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以現在為什麼柯文哲他一直放這些所謂的內餐內餐 因為在敲敲板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藍營的選民越覺得柯文哲這個不行了 氣保效應在選前30天發酵的時候 對於柯文哲來說是很重的傷害 大家知道如果到時候開票出來啊 當選的人他的票數的三分之一以下的人 是領不到競選補助款的 有這個樣子的規定啊 所以如果假設賴清德他是這個30% 那得票10%以下的人 如果是賴清德當選第一名是30% 那10%以下的人是拿不到競選補助款的 那對柯文哲來講 金在20%以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的生命線 柯文哲的生命線是20% 那萬一柯文哲的那個賴清德然後40%的話 他13%以下他就拿不到錢了 對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選罷法裡面相關的規定 所以說柯文哲一定要守住他20%的生命線 他不能放任美麗島電子報 一直在讓藍營選民說柯文哲沒希望了 所以他要有匯流 他要有求真 他要有各種的這些白銀的內參民調 那所以我是建議啊 柯文哲陣營現在可以做一件事啊 當你在講內參民調的時候 你要學美麗島電子報把數據趨勢 跟這個裡面的表格內容都公佈出來 因為大家自己會去看嘛 就算你這個原始數據加權什麼的 你沒有公佈到那麼細 但是你不能夠只有三個數字拋出來 因為台灣的選民經歷過1996年 到現在這麼多次大選的訓練 大家看民調的時候其實選民也是很驚的啦 大家會去看說你有沒有後面相關的數字出來 不然像2000年的時候 馬英九一句 連戰已經領先宋楚瑜了 結果到時候開出來連戰是第三名的時候 宋楚瑜當然會說 你看馬英九是蓋裡破民調的始祖嘛 那現在一樣啊 尤其是黃珊珊 他過去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曾經發生說 他們內參民調公佈出來 結果跟最後開票結果差很大 甚至再往前看 當初吳亦正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也是講說快要黃金交叉 要跟陳其邁黃金交叉 結果開出來4% 那柯文哲柯營的民調 向來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如果他要跟美麗島 美麗島你再說什麼 他沒有手機只有四話 至少他做了這麼多波 每天都公佈啊 然後每次都公佈完整的數據啊 某種程度上各台都在引用啊 那如果你今天要講內參 守住你20%生命線的時候 少說你後面的那些數據要出來 這樣子你在網路上面的柯粉 去跟人家吵架說 美麗島不准的時候 才能有所本 公信度 這個公信力 這個有所本是很重要 不然你以前還在酸什麼 侯友宜叫你讓6% 現在變成侯友宜可以讓你6% 侯友宜可以讓柯文哲6% 真的可以讓6% 對 所以這就是那個問題嘛 為什麼當初那個筆名調6% 已經翻篇了 因為現在很多台的數據出來之後 確實選民就會 藍英選民就會一種 啊 該翻頁的感覺 請教阿苗 雖然這個大家說蠻逗的 但是呢 如果真的要派軍事觀察的話 會不會這個情況比較容易發現呢 中共開架4.8一 策動忠孝 開直升機叛逃 所以你這樣出現4.8一 策動忠孝的那樣的情況 那對照照康康的這種 軍事觀察原來要對岸 那是怎樣 他要送間諜過來 還是我們可以送間諜過去 還是怎麼樣嘛 所以現在我們終於揭曉 原來中國國民黨這麼多退降附中 跟中國的這個官方何樂隆隆 原來都是趙少康要派去觀察 觀察對方 是不是 我剛看到趙少康豪氣萬千 他說 我 我要派軍事觀察員 我 大量製造飛彈 我想說 哇 原來 原來是 真的是 照猴配啊 真的是中猴配啊 不是猴康配啊 那是奇怪了 到底誰來選總統 侯友宜講的 不是要這個 什麼 3D啊 然後 這個要從一般的教育開始交流起嗎 我想說 原來台灣 現在總統跟副總統 公然選舉的時候 對於國防外交可以不同掉 各吹各的號 那這還真是一個奇蹟啊 對不對 你說 柯文哲說副總統監督總統 是憲政奇蹟 我看現在未來趙少康也會監督 如果他們當選的話 趙少康會打電話給侯友宜說 軍事觀察員呢 你怎麼還沒有派去 會要求侯友宜來兌現趙少康的政見 但是說真的啦 趙少康講這一些 那國民黨之前七年半在批評 蔡英文挑釁是在批幾點了 我聽不懂耶 國民黨可以講說 我要大量部署飛彈 趙少康說我要做一堆飛彈 要對準中國 那你這個你講都不是挑釁 那蔡英文都沒有講耶 不是我們現在不是在做備戰了嗎 我們現在不是正在做備戰了嗎 蔡英文都沒有講說 我要幾千顆飛彈對準中國啊 蔡英文發展永英高教機 發展熊山飛彈 發展這種各種軍購 做的其實很低調 對 他也沒有講說 你看台灣 現在海寬號已經下水 反攻大陸 也沒有啊 沒有這樣講啊 可是趙少康哇賽 他也拿出反攻大陸的氣魄 但是一面又在講說 你民進黨這挑釁 你民進黨就帶來戰爭 這到底什麼意思 稍微智商70以上的人 我覺得應該都聽不懂嘛 對不對 派軍師觀察員 只有我可以去哦 你不能來啊 對不對 我請問你跟習近平講好了嗎 你跟習近平講好了嗎 沒有講好的話 你現在是在開空投支票 是在開幾點 我也是完全聽不懂 他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今天為什麼國民黨就可以講出 要幾千顆飛彈 對準中國這樣的言論 為什麼不是國民黨 就不能強化我們國防 只要蔡英文講說 我們反對一國兩制 就是挑釁 這個雙標太嚴重了吧 柯文哲台剛講 他國防外交 要遵守蔡英文路線 現在趙少康又加碼說 我們一定要充實 我們自己國防實力 幾千顆飛彈 一定要讓中國不敢來打我們 我看現在已經宣布了 蔡英文的國防外交 就是藍綠白的最大共識嘛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要給你趙侯配 對不對 你要選選正版的就好了 選最大共識就好了 同樣都是蓋一票嘛 你蓋一票就可以得到正版的 你為什麼要去選那兩個大版呢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已經進入的狀況是說 好像什麼票都想拿 什麼票都想拿 然後又覺得說沒關係啦 反正現在社群實在很紛重嘛 我的影音流傳在不同的社團 不同的LINE群組 大家不會交互比對 各自吸收就好了 對 所以我可以今天 有一張黑臉在罵蔡英文挑釁 明天換一張藍色的臉再說 我們要幾千顆飛彈對準中國 我覺得這個有點欺負台灣人民啦 有點欺負百姓啦 好像說百姓都不會查資料 都不會相互比對 都會讓你騙騙去啦 但是就我們這種觀察政治 已經很久的人眼中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陣子象徵的危險 侯康佩選上了之後 如果趙超康佩講說 我一定要幾千個 我要派軍事觀察員過去 我要看你沿海軍事部署 但你不准來 會不會兵凶葬位 會不會 會不會國際上想說 台灣怎麼這樣普普條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要選 選穩定的 選安全的 現在看起來 似乎賴清德 反而是最穩定的一個人選